儘管蕭美玉在自由車場地賽第一天的成績不盡理想 但是今天還有其他的項目要繼續拼展 另一方面這次中華代表隊中最有份量的選手陳士傑 也將在舉重場上壓軸登場 傍晚5點15分開始 蕭美玉就會繼續在自由車場地賽3公里追逐賽的項目標速 接下來稍作休息 又要在晚間11點10分左右 馬不停蹄地進行最後的10公里爭先賽和500公尺計時賽 總成績也會隨後出爐 至於中華隊最後出場的舉重選手陳士傑 也會在晚間10點半 男子105公斤以上的無限量級中重量級登場